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纽约时段美国公布的11月ADP就业报告符合预期 受此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短线一度冲高至93.40一带 但随后回落抹去了身符 而现货黄金也随之跳水3美元至1264.57一带后反弹 那近期特朗普税改计划前景乐观继续支撑美元 除此之外 目前美国政府面临停摆的不确定性也有所缓解 一度支撑美元上行 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对于避险资产黄金的需求 那从当日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美国11月ADP就业人数增加19万人 符合市场预期 也令美元得到了支撑 从而打压金价 那由于该数据素有小非农支撑 因此也成为了市场预测非农就业数据表现的重要前瞻性指标 那么本次ADP就业人数向好也令市场预期 本周五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将表现不俗 ACY西万认为 此次ADP数据超过预期19万人 就业市场在遭受飓风带来的冲击后强劲反弹 美国的建筑业就业岗位数量回升表明已经火力全开 考虑到飓风带来的波动 美国的就业增速依然强劲 这些迹象也令金价再度沉压 同时随着12月加息概率稳步增加 黄金后市走势仍不容乐观 虽然市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 即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减少购债 黄金仍将会温和上涨 因为美联储实际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 此外金融市场爆发黑天鹅事件 股市大幅修正 或是出现朝鲜半岛的不确定性 都可能会大幅提高金价 但目前来看 这样的情况似乎相对较为平静 那么在未来 黄金对美国利率和美元走势 都将会极其敏感 美元走强将迫使 持有外币的黄金价格上涨 而美国利率上升 则将会提高持有黄金 等非收益率资产的机会成本 投资者也可对此进行重点关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现货黄金在上个交易日 收出了一根带有较长上影线的小阴线 显示出连续下挫后的强劲动能 此前由于金价直接击穿了 1273.52这一有效的支撑位 导致价格连续大幅下挫 并测试到了10月6日 创下的新低1260一代 从10月6日低点1260.16 演变形成的七行形态也已经被证实为空投延续形态 暗示下行的空间将会被逐步打开 建议投资者可适当留意其空投方向 好 后续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四12月7日北京时间18点 欧元区将会公布第三季度计调后GDP年率中值 届时也势必将会对欧元的短线走势 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金玉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欢迎通过在微信公众号中与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